耶~~~ 小妹妹早安 妳去看那邊的海超漂亮的 我以為是我最漂亮 妳不會是要騙我有珊瑚其實是鑽戒啦 怎麼那麼可愛 我一早出去玩沙 然後她還說 妳怎麼聽起來這麼可憐 妳那時候是用這樣 妳這樣 很漂亮吧 很漂亮 我還想說 幾點我要吃早餐 她就跟我講說看珊瑚 現在要去吃早餐 跟昨天一樣的餐廳 但是天氣好 門整個打開之後 裡面的海吃早餐 我昨天不知道這邊是海耶 有什麼樣升級的感覺 這一片就是早餐周圍看出去的景象 是不是太完美了 就坐在這裡吃早餐 看看我早餐的飲料 直接在上面炸給妳 小妹妹說這個是法式寶餅 我剛剛以為是印度煎餅 看起來真是好吃爆 這個醬是番茄咖哩醬 這有點太番茄 我覺得這是妳番茄怪的 還是變什麼好吃 那妳在吃這個 椰子醬 她討厭椰子 我剛剛早餐我玩沙 玩沙 我早餐玩沙 幫妳做一個愛心 這邊有幾片很像落葉的東西 下面這兩個居然是魚耶 假裝落葉的魚 它叫做Badfish 蝙蝠魚 超像落葉的 你看那個妳有看到那個嗎 那個綠綠的那個 那個是垃圾喔 在這邊呼籲大家 垃圾不要往海裡丟 這邊有很多水上的設施 但是要另外收費的 超寶貴的 一個人15分鐘57美金喔 這兩個不用錢的 下午我們再來玩一下 現在要由飯店人員帶我們去這個 島上圖一班 看一下這個島上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跟參觀一下每個不同的房型 昨天只開了沙灘房讓妳看 現在就是水上屋區 看到多美了嗎 從水上屋就可以直接跳下來海裡面 跟說每一年都會帶我來吃 自費 這個就是最邊邊的蜜月房 獨棟的 帶大家敞開蜜月房 哇好像Motel 地板上就有玻璃 讓妳看得到下面的海 這浴缸太扯了吧 它看起來好像Celami的上面那一塊肉 外面是一個淋浴間 外面有一個游泳池 外面有一個游泳池 Oh my gosh 不會是無邊際游泳池吧 旁邊妳也可以走下海裡面 我決定就是這裡了 這裡給它打開 什麼什麼什麼 哇 它床上面的電話板 居然是可以打開看星星的 妳也來這裡可以嗎 妳還想要再來一次嗎 不過它明年呢 我剛剛原本先都是說兩年來一次 再改一年來一次 它再這樣帶我看下去 有沒有半年來一次 跟誰來 這邊是島上的一個SPA寡 但是這邊的價格滿驚人的 216塊一個人 6000多塊兩個小時 超貴 所以妳就度假島啊 後來馬爾蒂夫了 妳在乎這一點小錢 他昨天已經說要幫我預約了 我們來在這邊看價格 這邊就是按摩間 一件來就是濃濃的薰衣草味 我就喜歡這個wear 真的嗎? 那我要換香水了 妳曬前可以做刮痧按摩 曬後可以做曬後護理 老公們存錢吧 我剛剛要拍還滑掉 老婆們我會加油 老婆 老婆 嗨 哈囉 昨天晚上的辣罵們 這個是另外一間餐廳 我們晚餐要吃的地方 外面就有一個大大的游泳池 好可愛喔 他說他兩個月前去台灣 他只去了大概一個禮拜 就遇到了颱風跟地震 所以他也沒想說 這什麼按摩窗 台灣就是可愛 左邊這一群看不出來他們在幹嘛吧 他們在跳水中瑜伽 也是這個飯店附的免費活動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愛跳瑜伽的人 記得來參加這個 我早上就說 欸不然早上去去瑜伽 他說 與你媽媽 我哪有這樣講 我明明就說一起啊 然後你就睡著了 與你媽媽 開箱水上屋 就是蟲蟲他們昨天晚上住的 很舒服的房間 一樣下面有一個玻璃地板 讓你看 外面也有一個小小的湧池 這間可以嗎 瓜仔地覆我都可以 居民島的帳篷可以嗎 鑑餅 他今天在那邊自拍自拍拍拍拍拍 然後 郭柏從陽台翻一個跟斗下去 然後他就 怎麼辦我的GoPro 怎麼辦我下去撿啊怎麼辦 好暖喔 團男朋友 這樣你還不要嗎 我那時候還溜著 我那時候還溜著 我的GoPro 然後把他掉下去撿 浴缸沿變海喔 你在這邊泡的時候我也可以在這邊看 不是是你們在這邊泡的時候 一起泡的時候 我在這邊這樣 我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想像中的媽的地夫 沒錯 圈圈來大力跳 用力用力用力 他會不會打說 Don't jump 測試過很穩固 你如果晚上可以從沙灘屋游過來這邊 我就全裸趴在這邊 欸為了全裸你可以嗎 我真的是一定要看誰 很好看喔 你要貼著喔 下一個 Kids Club 小朋友的游泳池 沙灘上的遊樂設施 從英語教學教師 河馬大家會叫Hippo 全名是Hippopatmas 那要怎麼記呢 有一天有一隻河馬走在路上 走一走呢 他就看到一隻趴著的馬 然後他就碰了他一下 他就死掉了 然後河馬就 Hippo 痛 趴馬 死掉 然後還要先驚嘆一聲 Hippo OK 下一間我們帶大家來參觀沙灘屋 這個是家庭房 我們昨天晚上開箱的是蜜月房 所以是沒有游泳池的 有一個客廳 有一間房間是兩張單人床 這邊就是主臥 跟我們昨天開箱的一樣 我覺得我真的要帶你們來住這種房間 身為爸爸 你幫我們當孩子 那我真的很開心欸 沒錯 廁所也是長的一樣 白天廁所的景象給你們看一下 他們這邊都走這種 從天而降的淋浴感 而且一定要在這種半戶外式的空間 那你有沒有覺得昨天下雨的洗澡 還蠻嫩的 好昨天下雨喔 你都失意了嗎 平手今天在戰 我再輸一次 我不會輸 我接受任何人的挑戰 任何人嗎 俊偉俊偉你敢嗎 俊偉好像很厲害 俊偉是這樣灌威士忌的 俊偉俊偉 俊偉 我覺得其實沙灘屋也很棒欸 一個是你在海中 一個是你要走向海 大家都會覺得水灘屋很棒 但我覺得沙灘屋也不遑多讓 我覺得是因為 沙灘屋的水灘屋比較難得看到 沙灘屋可能世界各國都有 岩石酒吧 只開下午5點到晚上7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是島上的夕陽區 哇有魚 水族館的那一種魚 來唱首歌 3 2 1 我是一隻魚 我們真的不行了欸 太棒了 很小一間就坐落在海中央 欸 哪裡小鯊魚 小鯊魚 小鯊魚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房間 先換蟲蟲他們睡這一間 但是我們不知道蟲蟲會睡哪一邊 根據昨天采華錄影 蟲蟲應該會睡左邊 你現在腳都是沙 跟你整個環島 Sorry 蟲蟲啊 我很抱歉 你到現在才知道這個事實 等一下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帶了一個這種 不得體的人出門 這是一個儀式 記得怎麼樣 一定要抖一抖 恢復原狀 我等一下要跟采華說睡右邊 蟲蟲剛剛沾沾窒息 踩人的枕頭 我剛剛換一個枕頭就好 不要亂踩人家枕頭 我們今天壞房間 我剛剛以為我不會再 有機會被他踩到枕頭了 所以我大肆的踩他的枕頭 但現在大家要出發到我們房間 沒有啦我們要去餐廳 這是我馬爾蒂夫我幫過你 ỉ名 結果你竟然坐了 我這邊的人失望 一握透無言 平常作他在踩我 冰島做不萵 今天是馬爾蒂夫 我剛做不萵 晚上對決 不要再吵了 你們晚上 可惜你死就是他 rzeczy 又要吃飯了 いう不多吃 九八雲 九八雲 一旦 天九九 有點承受不治 你真的很奢侈欸 像賺錢一樣 你全養成樂壞習慣 不是我們這十點來吃 然後也沒幹嘛 十二點半又開始吃 你看看你過這什麼樣的人生 欸你的手要斷了啦 大家知道我的技能嗎? 手抄彎 好餓喔 在這樣的風景下吃飯 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這個風景跟這個寶珠 沒有關係 我真的很飽 吃飽了 我們現在要真的來玩水了 水上湖跳下去海裡 小妹妹掰掰 不然來地板看個魚好了 唉唷 美人魚喔 嗨 回來前面被鯊魚吃掉了 這海流大到我根本就游不動 可能要下午一點 到時候早上的時候 浪會比較大 還是因為我下來比較浪 原來是因為你下來之後 浪變大的部分了 房間的底部有沒有看到 上面下面都看過一遍 好累喔 海流現在太大了 先往個游泳池就好了 我們家從從拍照的技術 我是放心啦 網美MODE ON 再把身體拉長一點給我 可以喔可以喔 我要拍泳池倒影喔 擠出來 這種話不要你講 很噁心 氣勢擠出來 1 2 3 攻 好解喔 喔喔喔喔有有有有 很棒你很棒 網美好累喔 你們以為網美很容易嗎 秋秋那你要當下去嗎 休息休息 給我下去 喔這個真的要抓緊 這個真的不行 好噁心 好違反人體攻學喔 壓腳背 你的腳背在幹嘛 奧腿子 哈哈哈 網美不好當吧 不好當 我是自然系的 看得出來你的藝毛有多自然 出去玩囉 在這個度假村裡面 你到每個點都可以打電話叫車 走路可能還是要花50分鐘啦 來度假嗎 能坐幹嘛走 妹妹 妹妹啊 哈哈哈哈 你在那裡 妹妹生氣了 而且我的尾椎直接撞到嬌沙 是不是欠沙 認欠我沙 尷尬了 我就是和氏佬的笑 就會好啦 尷尬又不是禮貌的笑 跪著跪下 你是那個以為你小飛 沒有沒有 沒有 NOO 轟到海底的划水道 我的夢想 嚇一笑 看起來好像會卡住ㄟ 你要抓緊喔 好慢耶 好尷尬 尷尬到爆炸 小野 來囉 來囉 啊啊~~ 我想背中就變 monks 為什麼我們兩個那麼慢? 他們女衣的力量 蟲蟲要挑戰趴著下來 看一下我這邊挫傷齁 你的乳頭好像爛掉 你的乳頭很像碰爬了 不要一直拍我做毛的乳頭好不好 我們要來玩獨木舟了 看一下ChunChun這幾天的戰績 這個國王的背心不得了啊 這個真的是超會大的膠欸 就是曬得很醜的那種膠 你怎麼連曬太陽都那麼醜 我就是醜的那樣 狂豬啊 這浪超爆大的滑屁獨木舟喔 手機要怎麼突破這個浪出去 這浪很大捏 小妹妹你可以吧 我是來做這樣的欸 你要畫面還是要我幫忙滑 你滑我不要畫面了 ChunChun你怎麼這麼會滑獨木舟啊 就荒島重生啊 花浪舟結束了太棒了 你說短暫的 大概就完15分鐘 我不想回去上巴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養我 正式養我 下午5點我媽 你為什麼不在那邊回家 下午5點我們要正式的大團離開了這座島 怎麼樣誰有話想說 我想回家 我要說 謝謝Ariel可以讓我參加這一次的旅遊 不客氣 謝謝你 讓我們破冰了 你在亂講話 欸我們真的沒有吵架啊 我們是真的沒有吵架 我在跟各位重生一次 好假好假 好氣 整趟旅行 我覺得就像夢一樣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可以跟鯊魚一起游泳 住在這麼浪漫的地方 但是是跟蟲蟲 欸我必須說我覺得蟲蟲非常紳士 我跟你講 姑且只能說他俗辣 他私底下跟我說的 可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蟲蟲真的是心暖啦 就在我們表面看跟私下聽的 我表裡如一好不好 這就是我想像馬爾地夫 我就知道你就會帶我來啊 因為真的很多人都會覺得馬爾地夫 只適合情侶來 這一趟旅遊之後 我覺得一群朋友真的很ok 沒有啊你們是情侶啊 當地人都覺得我們是兩對情侶來 這趟馬爾地夫呢我覺得 居民島跟度假島 完完全全不一樣的風情 我覺得當然好的話 就是兩個都體驗看看啊 但是說實話你預算有限 你就去居民島玩 我覺得也沒有不妥 因為那邊也含馬爾地夫 是你平常想像不到的馬爾地夫 以前的馬爾地夫 因為他只有一島一菜店 禮貌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好貴好貴 假設我們只去了前五天的居民島 這樣的旅費五萬五不到 可以嗎? 可以 我是真的覺得是一個蠻酷的體驗 這樣的價格 說真的如果你要自由行 真的太難了 來這種地方就是要無腦啊 而且還有當地帥地排 你還在Alan Alan才華真的好愛你喔 馬爾地夫的度假島 它其實有上百間 每一間的度假村的風格 跟價位都不一樣 給一筆預算 讓他幫你排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不會有人給三天一萬吧 你要去馬爾地夫 你自己大概就要抓一點 要有點腦 所以我們這一趟就幫他體驗了兩種 一種是度假島 一種是居民島 都給你們參考 度假島就跟你想像都一模一樣 那居民島是大家比較陌生的 我覺得體驗也不錯 反而這一次是居民島比較吸引我 都跟我平常玩的海島國家 不一樣的東西 這一次太美旅行社的馬爾地夫給幾分 我給你們五秒 二一 九點八 十分 哇這個事情嚴重了 我們出過這麼多是國 居然分數給的比你高 請飆水 你要知道 因為我出國經驗沒有你們那麼豐富 就我對這裡我覺得這裡非常的棒 那兩分差 我知道差在哪了 差在窮窮那不勇敢 你給到十分 你就是覺得好像沒有辦法再突破 你內心有沒有覺得 兩分就是你的問題 因為你出國還不夠多 你現在有所保留 我不敢講得太滿 所以Aero不要忘記我 你覺得無可挑剔是不是 欸我一路公主對待欸 我們現在在馬爾地夫機場的免稅店 準備要回台灣了 有什麼感想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在免稅店 可以幫我買到三千塊 我有好多同事要感謝欸 真的好有錢喔 常常的同事們 知道沈沈有多愛你們嗎 該不會是坐香港航空的商務艙吧 感謝香港航空的升級 接下來我們要搭六七個小時的時間 從香港轉機回台灣 我們到香港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香港航空貴賓室裡面長什麼樣子 我們真的好像被養得很好的豬喔 一直在吃醒來就是吃 太棒了吧這個貴賓室 我要是平常在家起來就有東西吃就好了 終於要結束這趟旅程了 在此呼籲泰美 開放名額 讓我們跟粉絲共有 很為粉絲著想齁 對我現在就在跟泰美喊話 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掰掰